這是Krispy 大家好,我是胖爹 歡迎收看胖胖小屋玩具開箱 這一次介紹的是內卡公司出品的 IT小丑Pennywise 這款Pennywise主要出自於電影IT2017年的造型 合著正面可以看到一張經典的IT海報 左右兩旁其實都是美術圖片 盒子的後面其實他有介紹他的頭雕的玩法 打開來可以看到他的陣體附贈的兩顆頭雕配件可踢腕手腕 以及一張經典的小丑在電影中的海報 頭部圍球體關節可以左右的基本轉動 往上看最高幅度到帳 往下則是到帳 很特別的是其實他脖子有兩邊關節 一個是上面的頭球型關節 一隻脖子這邊其實也有關節可以做一個轉動 仔細看一下頭雕的細節呢 其實他要把小丑這種邪惡的樣子做出來 胖爹覺得全身的刷射來講算是做的蠻細緻的 肩膀可以360度的旋轉 平舉的部分沒有超過90度 手肘這邊上方有旋轉點可以做一個轉動 手肘為二段式的關節彎曲到這個程度 手腕可以左右轉動 然後是一個可拆式的球型關節 他有設計一個前後擺動的關節 腰圍球體關節可以上下左右的一個擺動 仔細看一下全身的造型呢 胖爹非常喜歡他把這種細節的皺褶 全部做出來的樣子 另外呢配色上面也跟電影來講算是蠻還原的 屬膝部為球體關節可以做出劈腿的動作 最開的幅度到長 往前的彎曲呢 會被這裙拍所限制只有一點點 往後也只有一點點 這上面呢其實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轉動 另外呢膝蓋為二段式的關節 彎曲大概到這個程度而已 腳踝也有一個前後的關節 而且有做貼地的設計 配件的部分呢 為這幾個配件 先來介紹這艘船 這艘船其實就是一個造型 然後他很軟這樣 他算是一個還蠻 我覺得還算是一個蠻經典的電影的一個畫面 另外呢兩個可替換頭雕一個為正常的頭 以及一個兇狠邪惡的表情 我覺得兩個頭雕的設計都做得相當的漂亮 而且後面的頭髮顏色也都有做一個刷射 另外還有個附贈兩個可替換的手腕 這兩個替換手腕呢 左手右手呢 都分別為不同的造型 左手其實比較一般 就一個張開手的造型 右手呢 則是配合這個配件 氣球這個配件 你要把這個裝上去 就可以呈現於小丑在電影中的螢幕經典畫面 而這顆氣球呢 比較可惜的是 他其實分模型 有一點點明顯 可以看看他分模型有一點點明顯 然後這氣球這下面應該算是鐵絲吧 當你把這個配件的氣球裝在左手上 你會發現呢 其實如果你要做出電影的姿勢畫面 其實需要喬很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呢 他這氣球上面其實是有重量的 然後他手只有一個圓圈 所以他的承載力並不足 例如說你把他放太上面 他就會慢慢慢慢的往下垂 所以你一定要喬一個正中 就是一個剛好的位置 這個氣球才不會動 然後 要不然就會像這樣 他就會一直往 不是你想要的方向做 我們在做一個替換手腕的時候呢 其實他替換的是前面的這一節 然後裡面這個 他這裡面其實有設計一個 但其實沒有很穩 像胖胖的這個其實就有一點點的脫落 如果你硬拔的話 所以建議呢 在拔這一款的時候 還是先用吹風機稍微 吹熱 然後我再來做一個替換手腕 比較妥當 結論是這款NECA的Penny White 全身身高約為19公分左右 整體的可動度跟以往來說 進步的非常的多 造型上呢 非常精美 又附贈三顆可替換頭雕 和兩個可替換手腕 玩法算是相當多元 可以輕易的讓你拍出電影的經典畫面 如果你有喜歡IT這部電影 那這一款真的是一個非收不可的角色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最後 假如你有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喔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做詢問 謝謝大家收看 感謝再感謝 支持胖胖小屋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快來我們的官方點數按讚喔